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字符串 它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想对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要取Hello Word中间的某一个单词 比如说我要取Hello或者是取Word 这么操作 那么字符串的一些操作 在编程里面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不仅仅是在Python里面 几乎在所有的语言里 如果我们要处理一些实际的问题 都需要对字符串进行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来学习一下 这个字符串的基本操作方法 好,我们可以举几个实际的问题 来到来看一下 我现在有两个字符串 一个字符串是Hello 另外一个字符串是Word 我现在想把两个字符串合并成一个字符串 最终得到Hello Word 怎么操作 这个是一个问题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我有一个字符串是Hello Word 我现在只需要第一个单词Hello 或者是第二个单词Word 也就是说我需要把另外一个单词给剃除掉 是保留其中的一个单词 这个操作又怎么做 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编程里面 用到的是非常非常频繁的 好,那么要解决以上的问题 就涉及到字符串的运算 好,可能对于数字的运算 比如说1加1等于2 或者是2乘2等于4 这样的一些运算 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学的这样一个四则运算 但是在编程语言里面 字符串也是可以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加和乘一样 进行这样的一个运算 好,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加号在字符串运算里面 将得到一个什么效果 我们拿一个hello 再加上一个word 好,我们看一下运行结果 helloword对不对 好,这个就实现了我们说的 把两个字符串拼接起来 拼接这个操作真的是在编程里面 用的是非常多的 那么字符串拼接的方式 在Python里面也有很多种 但是加号是最为常见的一种 也是大家必须要掌握的一种 好,那么这个加号很容易理解 字符串的加号 那么我想问一下 字符串的乘号 比如说我乘以一个数字3 字符串的乘法乘以一个数字 它代表什么 那么同学们应该能够想到 它是把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给重复三次 我们看一下 hello,hello,hello 这个就是字符串的乘法 好,有些东西可能想试一下 hello 然后乘以Word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预算看一下 它会爆错 所以说这个字符串的乘法预算 它不是说像加号一样 可以相加两个字符串 它只能和这个数字做一个相乘 好,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字符串 我们如何获取这样的一个字符串里面的单个的字符呢 比如说我想获得hello里面的这个义页 怎么获取 好,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引入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括号 那么在中括号里面是可以填入数字的 好,我们先不讲这个原理 我们直接看一下 我们填入任意的一些数字 比如说我填入一个0 好,我们看一下 它将输出的是h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再复制一下 好,比如说我输入一个3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得到的是这个l 这个不是1,是l 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那么以此类推 如果我出4,大家觉得是什么 o 那么从以上的三个举例里面 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个规律 好,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规律和现象 对于任意一个字符串来说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看作是有很多个单个的字符所组成的 那么如果我们要访问这个字符串里的任意的一个字符 我们只需要输入这个字符,它的一个序号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输入了0 那么它就是取的是第一个字符 注意我说的是第一个 所以说这里显示的就是h 再比如说如果我输入的是3的话 实际上访问的是这个字符串的第四个字符 得到的就是l 好,所以说这个下标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符 它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就是这个字符的序号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特别的强调的是 下标的序号一定是从0开始的 0代表的是1 它不是从1开始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 不仅仅是在Path里面 很多的语言里面都是从0开始计算这样的一个序号的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中括号里面填入一个正整数的一个1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填入输数 它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在这里填入的是-1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将输出什么结果 它应该输出的是d 对不对,d 好,我们可以再多输入几个这样的一个负数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3 -1是d,对不对 那么大家其实可以想到-3是什么 应该是-2这个字符 看一下是不是 是的 好,那么我们学习一定要善于总结 我在这里举了正数的例子 也举了负数的例子 但是最终的结论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和归纳 好,那么对于这个字符串的操作 如果我在这个中括号里面输入的是一个正数的话 那么这个正数代表的就是 我要获取的这个字符的一个序号 但是如果我输入的是负数的话 这个负数肯定是不代表序号 对不对 因为序号都是正的 它没有负的 那么负数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 好,那么对于一个负数 比如说负N 它在字符串截取里的意义就是 从这个字符串的末尾 往前数N次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字符 好,那么以上是我给大家总结的 对于正数和负数在字符串 这个截取运算里面的一个规律 大家也要善于在以后的学习中 自己尝试着去总结一些这样的一些结论 好,那么之后 给大家布置一个很简单的作业 我现在要对于这个HoloWord的字符串 我要获取它的大不了字符 那么大家尝试着用两种方式 把它给获取出来 好的,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